第七步 当乌云变成彩虹 第三十九章 土地好像拼图一片一片组合起来 宇宙施展的魔法 我的星座是金牛座 天性倾向于安定下来做自己的事 我不是那种一直寻求改变的人 我喜欢安稳生活的重复性 还有平缓永续的成长 公司和盛唐一路自然成长 我总认为每个阶段都会变成稳定的状态 到了1990年代初期 我很肯定公司的快速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了 Personalized Programming的规模惊人 总共有20名员工 关键是一年的净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美金 我个人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改变 所以我继续将钱捐给圣堂 和赞助各种慈善活动 那时候Barbara住在我房间里面 我就住在圣堂用来做晚餐空间的那栋建筑里面的一间客房仔 那栋建筑物即由一条长长的穿过一块湿地的木板路 连接到Personalized Programming的Office 这条走道就是我上班下班必经之路 我们这些住在圣堂的人一起努力工作 一起参加早晚的静心仪式 来自Gingsville社区的人就定期参加我在礼拜一和礼拜四 晚上举办的讲座 而礼拜日早上总会有一大堆人出现在圣堂 所有事情都很顺利 我认为疯狂成长的阶段结束了 显然我又错了 要了解下一波的成长潮 必须要先知道那时候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 展开神伏实验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跟我说 我越是甘心舍弃个人喜好创造出来的内在噪音 越能够在展现于自己周遭的事物之中 看见微妙的同步性 这些出乎意料同步发生的事件 就好像来自生命的信息 轻轻地推着我朝他前进的方向走 我听从这些细微的推济声音 而不是我的个人喜好引发的那些心理和情绪上的圈流反应 我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联集神伏 而我之所以讲这些故事 都是为了和你分享呈现出来的这段旅程 有多完美 以圣堂的地产为例 我前面提过我们并不想拥有大片土地 但是经过这几年 圣堂最后拥有数量庞大的地产 而且过程中的每筆买卖 似乎都有神奇的地方 例如1990年10月我接到一通电话 有人通知我 我们这个地区有一块土地要出手 房地产的agent说 那块土地的面积是85亿帽 有树林有田野被认为是阿拉楚华郡最美丽的土地之一 我跟他说我不觉得我们对那块土地有兴趣 始终我们主要想买的是秘伦圣堂的地产土地 他坚持要带我去参观一下 而当我发现那片美丽的土地 真是紧隶圣堂成租那块土地的时候 两个人都相当惊讶 这样对我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推力了 我没怎么浪费力的 这一笔买卖似乎是自动到位完成的 我将那块土地当成宇宙的礼物 它的出现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看到这些地产好像砌图一样组合起来 真的令我完全说不到话 三个月之后 那个业夫球员Tom Jenkins打电话给我 他准备搬屋 而我们知道他的地产 被我们新买入的土地围绕着 这样表示 圣堂现在会拥有连在一起的170亿贸地 就算我们一开始就买了一整片土地 也不可能会更好 这样就好像每一块土地都在等待 直到我们买得起才出现 事情的发展是多么完美 真的令人惊叹 但是故事还没完 我们买了Jenkins的土地之后 Rada就搬入那间屋里面 他当时跟我说 我应该住在比厨房后面那间屋子更好的地方 那间屋很小 几乎没有什么私隐可言 因为每天早晚都有人在主屋进进出出 我跟他说 那些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我终于等待生命之流让事情自然发生 那他就质问说 生命之流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土地和金钱 我们还在期待些什么呢 期待哪一天宇宙会打电话给我 叫我建一栋楼的嘛 那我跟Rada说 如果我注定拥有一栋楼 会发生某件事让整个情况一清二楚 同时我在原来的房间留得很好 短短两个礼拜之后 我接到一位邻居的电话 跟我说他准备卖楼 夹在他块地和我最初的十英某地之间的那块地 几年前就被圣堂买了 那表示他块地直接跟圣堂的地产接养 想起我跟Rada几星期前的那段对话 我格外注意听邻居打算说什么 他跟我说 他花了很多年建造了一栋非常特别的屋 想要给我看一下 在电话之中表现得很冷静 但事实上 因为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 我的背脊真实凉了一阵 我打电话给Rada 跟他说他应该跟我一起过去看看那个地方 以防真是宇宙打电话给我 为我准备了一间屋 当我们把车停在远停的车道上 一栋瑞士龙舍造型的很漂亮的屋 就在这片土地的末端等着我们 我记得第一个印象是 这间屋有某个地方很特别 后来才知道 我这位邻居是一个专业的木匠 他花了十二年亲手建这间屋 就好像有些人会亲自打造高级游艇或者帆船 这间屋本身并不大 大概只有1800平方英尺 连0.1英博都不到 但就坐落在一块整理到好像公园那么漂亮的12英博土地上 等我到屋里面四处看过之后 我知道我再怎样试都不可能独自设计出给这间更完美的屋 就算他的每个角落都有特别之处 但是位于厨房区域上方 小小的三楼却有某种魔力 沿着斜角的开放式楼梯爬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要进入一间树屋 但是我发现的 确是自己所能够想象最适合当做正心室的空间 顶楼是一个120平方英尺的大房 每一寸地方都是一名工匠亲手打造的梦想 四面墙上面都装有古式的玄玻璃枪 他们是在波斯顿一栋原本属于某位海军上将 后来被拆除的百年老屋抢救下来 装上去的成果是多么优雅 只是站在那里就令人感觉到似乎回到十八世纪 仿佛那样还没够 我摄高头发现顶楼上风覆盖了一个穷顶 那些裸道的梁木聚集的最高点就位于房间的正中央 让人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座金字塔里面 整个空间是多么优雅 只是置身其中就足以让心智安静下来 不用说了,我买了个家屋 从此就住在里面 而随着这一笔最新的买卖成立 令这里所有的土地连连一起的魔法来到最高潮 我的邻居一向利用前面的车道进出 我只是花了一阵时间四处看 就发现这块地的后侧 直接和我们向Rubert乘租的土地接养 等我们在屋后方的树林里面清出一块空地之后 我就可以在不离开圣堂土地的情况之下 开车或者走路走去成堂 令人惊奇的是,这块地 如今将我们过去二十年所买的所有土地 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成为连成一片的方法 没有人这样计划过的 件事就是这样开战了 如果我说生命这次做的事 让我觉得自己很卑微 可能还太保守了 我打造了一条木板的走道 将我新屋和圣堂寄有的木板路连在一起 而这个都成为了我上班下班的新路线 一段时间过后 Metaji来拜访我们 我带他参观这一间屋 他以轻油的声音话 所以神有一天打电话跟你说 Micky,你家屋已经准备好了 我想这个结论都挺不错 第四十章 变化这个可怕的顺差 看来是恶号 却是生命送来的大礼 1991年春天 我在新屋里安顿下来 觉得自己就好像住在梦里 周围的一切 家人、公司、圣堂社区 都让我感到心满意足 环绕在我身边的所有事物是多么完美 足以挑战理性心智 我一向清楚自己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一切 我是活在生命之流打造出来的生活中 现在反过来看 我可以看到那一阵 引进下一波改变的风 初次吹过我脸庞的瞬间 那时候我不知道来的是什么 但是至少知道 自己应该张开双手 拥抱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已经一次次地学到 明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 我绝对可以将自己奉献给当下 信任生命之流知道他在做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实在太过神奇 有效地让我从一整层的个人心志之中 永远解脱出来 如果生命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 我又怎样可能不完全臣服于他的完美呢 但是在故事开始之前 我要承认一件事 我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我当时根本无从得知 要跟上personalized programming注定的成长 只是将员工人数增加为现在的25人的两倍 甚至三倍是不够的 我要增加到超过300名员工 另外 我也都想象不到我们的office的空间 需要从现在有的4300平方英尺 扩大到超过8万5千平方英尺 才能够因应即将发生的状况 如果90年代初期有人这样跟我说 我会认为他痴了 但是要发展到这样的规模 最好有些规划 显然规划是有的 但是不是我做的 这个关于生命的完美性 是怎样帮助我们公司成长的惊人故事 始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当时一个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督策 突然出现在我们的office 他看到森林里面竟然那间公司 觉得相当惊讶 要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的主管 棍立土地规划局的头头 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 情况看起来相当不利 以外建造的工作 令我认识了土地规划局的局长 于是我打电话给他 一阵寒圈之后 他跟我解释 虽然我们公司所在的位置不常有人出入 但是这块地的土地使用分类 并不属于可以设立公司的商业区 我和他一起研究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例如变更土地用途或者取得特殊许可 不过没有一样行得通 为了突兴他说的严重性 他跟我说 根据Florida的土地使用规划 就算我老爸是美国总统 而且我有100万美元可以花在上面 我都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地产上任何一个角落 拿到合法的商业区使用许可 我知道如果他要我停业 我会有大麻烦 就是这样 我将话题转到损害控制上 我跟他说 我了解他的立场 然后就问我应该要怎么做 他要我开始找主要干道旁边的土地 因为那里会是最靠近我们的商业用地 当我明白这一小块过去这几年来自然聚集形成的天堂 即将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的心一声掉下去 主要干道至少在五公里以外 而可以用的土地恐怕离得更远 我心急一口气振作起来 承诺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请他给我一段合理的时间 让我可以找地方和搬 他没有答应我任何东西 就是说会再联络我 确定我有遵守规定的话 这是生命采取比隐约轻推更明显的方式 要我去找公司的新据点 一收了线 我就去Rick Clark的office 听取法律建议 Rick认为 我们利用农业用地的一小部分经营小公司 在法律上的确站不住脚 就是这样 我们打电话给房地产的agent 开始去找距离最近的合适商业用地 我们当然不希望把公司从圣堂这里搬出去 但是我的神服实验意味着我要持续躺开心 看看一连串生命事件会把我带到哪里 过了几个月了 就是没有适合的土地出现 随着时间推移 郡政府要我们停止营业的风险越来越高 就算是这样 我还是耐心等待生命采取行动 同年九月 生命采取了下一个行动 我们接到某个人打来的电话 那个人一年前 把那块85亿亩美丽的土地买给我们 现在他想要卖卖近伦的50亿亩地 而那块地一路延伸到铺设石屎路的郡道 那块地完美地融入圣堂的土地 就是这样我们开始进行交易 买了它下来 当时我们根本就没可能想象得到 这一笔买卖最后竟然和 Personalized Programming 尋找合法商业用地这件事有关系 我们只是处理白起眼前的事 几个月之后 出现了另一件我们一定要去处理 和土地有关的事 看起来有人计划建造一座面积 达到185亿亩的建筑废弃物堆置墙 位置就在盛堂刚刚买下的50亿亩地 隔着那条马路的正对面 我们四处打听 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事都呆了 那块地很多年前被挖归阿拉楚华市 已经不在阿拉楚华郡土地 使用分区管制的范围里面 那块地的主人 是一位重量级的市政府医院 最近先将废地卖了 作为建筑废弃物的堆置墙 我们预测 接下来的20年里面 每天会有整百架大型泥头车 会在我们的公路上走来走去 将废物堆在紧接着我们和我们鄰居的地产那块土地上 生命之流原来不过如此 我以为它应该会带领我们到绿色的木草地 而不是垃圾墙 整个鄰近地区陷入一片花弦 圣堂这个区域拥有最多地产 其他人开始问我们应该怎么做 经过一番调查 我们发现阿拉楚华市的市委员会 如果选择这样做的话 是有权发放特别使用许可比废弃物堆自长 我们没得选择 只能够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而担忧了找新office场所的时间 我们决定 最好的做法是写一封信 告知阿拉楚华市的市民 跟他们说 因为本市没有全面性的废弃物管理办法 垃圾墙可以设置在任何地方 包括他们家旁边的空地 我们的目标是逼使市政府 通过一套全面性的废弃物管理办法 而不是任意发放特别使用许可 就好像他们即将合法许可证 给那些建筑废弃物堆自长一样 你信不信 这样做真的有效 市政府委员针对这个议题 召开了会议的那一晚 市政府失望了民众 全部都只能够站 在宣布会议开始之前 市长站起来和大家说 不用担心 今晚或者其他任何一晚 都不会针对某项特别使用许可进行表决 直到市政府通过全面性的废弃物管理办法 委员会感谢市民的建议 并且承诺会尽快提出一套管理办法 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垃圾场相关的议题上的胜利 其实是生命的奇迹之手正在处理 Personalized Programming碰到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问题 几天之后 我们接到一通电话 通知我们因为废弃物堆市场 没有办法拿到使用许可 那块185亿亿的土地 突然以非常合理的价钱求手 而因为那块地在阿拉楚华市里面 我们得知 它有可能被规划成为商业用途 阿里克走入我的办法 和我说他和房地产agent谈的结果 我永远不会不记得当时他臉上的表情 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生命之流又自行发展 用一个电话和我们说 圣堂的土地不单止 不会紧淋废弃物堆市场 我们还可以将公司切在那里 我和阿里克昨天坐了一阵 office里面 微慢着浓厚的敬畏和感恩的气氛 令我动都动不了 更加不用开口说话 看看我和阿里克在过去六个月 亲眼见证的事 首先 生命明确地通知我 我必须将公司移出圣堂的土地 找新的地点 当我尝试遵从时 却没有一件事情随到渠成 接着突然有人找我们看一块地 那块地最后将圣堂的地产 和我们未来新office的土地连在一起 而身处其中的我们 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生命之流 接着呈现了一个我们看来的恶酷的状况 某个人正在准备 在紧淋我们的地产旁边的土地上 建一座废弃物堆市场 但是实际上 那是生命正准备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 最适合Personalized Programming 未来发展的完美土地 那块地被淋圣堂的地产 并且可能被规划为合法的商业用地 我们先前刚刚才被告知 我们居住的地区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此外 不要忘记 这些一切发生的时候 我只有25个员工 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日后 会需要这样的土地 但是生命显然很清楚 而且当然为我们设想得很周到 就是这样 一切水到渠成 Personalized Programming 如今在锦铃圣堂地产的土地上 拥有合法的商业用地 是时候入起三就 起楼了 随着这么大的土地奇迹出现 我亦都被迫重新思考 新office大楼的规模 我希望建造一栋 确保我们以后 绝对不再需要再起楼的建筑物 我们设计了一栋优美的办公大楼 面积达到14500平方英尺 对Personalized Programming 这么成功的公司来说 相当合适 我多年前将以外建造 卖给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工头 他说我们建这栋大楼 而最后成果相当正良 1993年6月 Personalized Programming 将25名员工 迁移到不远处的身家 我们从43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 搬到14500平方英尺的大地方 至少我们不用再建办公室了吧 令人惊奇的是 后来的发展就不是这样 接下来的一年间 公司员工的人数成长了一倍多 我们又开始计划建另一栋楼 第二栋大楼比第一栋更大 两栋建筑之间 以一条有顶旁的通道连接 幸好的是 生命给了我们足够的土地 来因应这个完全在意料之外的扩张 到所有工程结束的时候 我们总共有五栋建筑 提供了超过8万5千平方英尺的 高科技办公空间 直到今天 我对于生命 肯定完美地在我们需要的时刻 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一直保持敬畏的心 第四十一章 你就必须要开始雇佣经理人来管理员工 我一直尽可能不建立中间的管理层 而是让团队在我持续引导之下自主管理 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而且中间没有多少个员工离开 就是这样我们的程式设计团队拥有非常豐富的技术能力 和产业知识 全美国独立开业的医生有百分之二十五使用医疗经理 所以Florida的阿拉楚华吹起了医务管理产业的风潮 我们不需要决定应该向哪个方向走 因为我们是 骑在产业需求强大的浪头上的冲浪者 有太多工作要做 想跟上都有些吃力 到了1994年底 我开始发现自己不可能在一家收入几百万美金的公司 独力负责程式设计团队 财务和管理工作 同时还要为下一波成长做准备 我真的需要帮助 就是这样 我采取老办法 更加努力工作 并且等待生命之流 执行他的部分 我就在这个背景下 初识见了Tim Staley 决定举家搬到乡村居住的Tim 是专业的远体开发人员 和资深的资讯科技顾问 而他选择落脚的一个叫做高传的小镇 距离阿拉楚华北方不过几公里之远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资讯科技人 举家搬到我们这一带 肯定会听讲Personalized Programming这家公司 Tim就好像其他人一样前来应征 不过他又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是另一个奇迹 如同其他所有总是在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的人事物一样 生命让这位具备高明技术和经验的资讯科技 开发人员和主管从天而降 他最后不单止解决了我们碰到的远体开发问题 也都成为那时候甚至尚未浮现的更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Tim的情景 他急着在这个地区找工 好让小孩在开学之前让全家人搬过来 看过他的履历之后 我请人力资源部安排在星期六面试 这样才不会耽误到Tim的工作 他很年轻 外表干净五官端正 右手拿着一本圣经 但是这样的离面事不是很常见 但是Tim显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而他想让我知道这一点 我对这件事没有意见 但是就不是很确定 他对于未来的上司 在一个绑马尾踢拖的儒家士有什么感想 我们走进我间office开始了解对方 事实上Tim是个火箭科学家 他在Harris Corporation做了很多年 负责编写飞弹导引系统程式 我立刻就知道自己可以在聪明那一格打个勾确认 Tim做了个developer、leader和project manager 因为在专案开发和人际关系处理方面能力非常突出 目前他在Texas Instruments担任资深顾问 负责执行客户的大型专案 有趣的是他那时候是Florida的南十字南盾医疗保险公司 一项重要资深科技专案顾问 我们开始讨论开发的哲学 两个人的想法就好像穿着一样大不相同 对我来说 软体开发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 对他就是一项工程专案 事实上想要长期维持成功 这两者缺一不可 Tim显然可以提供他在财富杂志 500大科技公司担任资深软体工程师那时候体验到的纪律 我们极需要这样的知识和经验 我和Tim谈了好几个小时 两个人都很喜欢对方 他正正是Personalized Programming最需要的人才 无论是他的专业还是他个人都是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如果Tim愿意认真考虑接受这份工作 我必须确定他对我这个人无意见 无过时间点 他肯定会在街上听到圣堂的事 我觉得带他去那里 给他亲眼看才公平 Tim对圣堂保持开发的态度令我很惊讶 他被各种宗教的手工艺品迷住了 也深入问了很多关于正心和瑜伽的问题 原来Tim远远不只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 他非常注重灵性 真心喜爱神 不像我觉得神令我周身不舒服 他反而受到很多啟发 那天在分享彼此的灵性体验和信仰的时候 我和他在灵性上有了深刻的连结 在接下来一起工作的十年里 这份灵性上的友谊越来越深厚 显然生命再一次超越了他自己 我请了Tim 我们两个决定低调地介绍他是developer 而不是上层的管理者 Tim想直接和团队一起工作 很亲身了解开发环境 我们计划几个月后 让他开始进行组织重整 并且负责管理开发团队 我仍然掌控产品方向 他主管工程部分 我等不及要知道阿Tim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阿Tim入公司的时候 医疗经理这项产品已经上市超过15年了 这个原本是为独立开业的医生设计的软体 如今被应用在大型诊所 还有衍生出的管理式医疗机构 对我们一些比较大的经销商来说 帮客户安装可以支援数百个用户的系统并不罕见 如果情况持续下去 我们最后会碰到软体技术能力跟不上的问题 另外客户都开始要求我们将整个产品现代化 我们在墙上写下 不采取行动光明不会长久 如果我们要替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就必须完全改写这项产品 这个决定对心臟不够强的人来说 很可怕 他需要的投资额很大 我们必须冒险投入好几年的开发资源 和几百万美金 当我反复思考这个 摆在眼前的case有多激手的时候 终于意识到 这个就是阿Tim被送到我们这里的真正原因 他被送来运用最先进的开发技术 重新设计医疗经理 让他成为全新的产品 我们不能够冒险让现有的系统 快速停顿下来 因此我允许阿Tim 另外请一整个开发团队 来打造一个新产品 新产品取名为Integy 而幸好我们正在建更多的大楼 因为我们肯定会需要新的空间 我完全信了阿Tim 给了他需要的一切 我们花了将近五年才推出新产品 但是说到底 我们最后有了一套 给我们在市场上 压力不饶很多年的产品 现在回头看 事情很清楚 如果没有了阿Tim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 我们不可能那么成功 这种事情 到底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呢 第四十二章 陪灵性导师走过改变生命的事件 不计任何代价 都要从自我中解脱 在Personalized Programming 有太多事要做 因此除了早上和夜晚 留在圣堂之外 只要我是醒着的 几乎都在工作 圣堂社区一切都很稳定 几乎不需要我花时间管理 就算拉德作为 Personalized State Programming 财务长的职务 令他日夜都在工作 他仍然能够将圣堂 和他的财务管理得很好 在所有的转变当中 圣堂也即将经历一场变化 1994年底 Armit和他的信徒 发生严重的争吵 就好像我们崇拜的很多人一样 他过去有一些 不恰当的行为被揭露了出来 最后的结果 让每个人都很难受 当我听说Armit真的离开了他的社区 我邀请他两夫妻 来到圣堂和我们安静地住一段时间 大家都落于感上天花 雪中送炭就需要深厚的友谊 我们所有人多年来都从Armit得到很多 有机会回报点滴 我们觉得很荣幸 当时Rudder已经在Jenkins家屋住了几年 既然这个是我们拜地上最好的屋 他立刻表示愿意搬出去 1994年的12月 Armit和他太太住入那间屋里面 最后在那里留了将近三年 能够近距离看到一个灵性上 这么进化的人走过改变生命的事件 实在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住在这里的时候 Armit就是允许整个状况 让他去经历他必须经历的改变 这个状况就像火 而Armit只是想利用这把火 达到灵性上的净化 他并不悲伤 并未受伤害 也不惧怕 只是传现神福地经历这个体验 我经常在Armit身上 看到我一直在自己之内看到的东西 在紧要关头 我不在乎要花多少代价 让我从自我之中解脱出来就是 唯一有意义的期望 是这把刺烈的火对个人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我很荣幸认识 Armit这么文明世界的灵性导师 我更加荣幸在他走过一段 异常黑暗的时期 或者应该说 一段异常黑暗的时期 穿过他 那时候陪在他身边 他从来都没有抱怨 没有消沉 也都不沮丧 只是一日比一日 更加坚定地臣服 现实已经是这样 不如你用眼前的状况 写起个人自我 跟所有事情一样 最后能量总是会开始转变 过去嘈杂的杂声消失了 未来的机会开始显露 有一日 Armit请我开车 跟他去看一个 他在Ocala国家森林保护区发现的地方 那个地方位于一个小镇 距离圣唐南方五到个半钟的车程 看见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对眼 那个是一栋非常美丽的大屋 坐落在一座绝美的湖畔 地皮上面还有五六间屋子 对Armit一家人来说 这个是很完美的家 走过这块土地的每一个地方 我都可以感觉到Armit 我认识他很久了 很熟悉他的爱好 没有人可以为他度身 订造这么完美的家 当我意识到 一切都结束 我要强忍着才不会流泪 这段黑暗期过去 我鼓励他 如果负担得起就买下来 他跟我赶了个价钱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对异 这个是百年难遇的超值交易 陪着Armit走过这场严峻考验 令我学到很多和神福有关的事 我看见 无论我们是谁 生命都会让我们去经历 我们必须经历的改变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运用这股力量来改变 我发现 如果我们愿意在更深层的地方 处理自己的变化 就算是非常激烈的状况 都不必然会留下心理的伤痕 我的神福实验已经教识我 要非常尊敬生命的转发力量 后来证明 和Armit一起走过的这段时间非常重要 因为如我所知 我的生命即将再度经历一个 意料之外的重大变化 请别担心理的转发来 我知道 感谢观看